学校午餐真营养 美味可口多花样 经济负贬人人夸 吃了身体都健康 红韵志 叶苏蕾 鞠躬上台 您进来发福了 不 你是说我变胖了 不 我是说您健康 营养 有度量 度量 看你腰住度远 好像身怀六甲 绕了半天 你还是在说我胖 您别误会 你要知道 受念发福不是福 小心 您是在多会得 背胖真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 脑中风血管一块 骨骼改化 你别胡说八道 咱们学校的营养午餐 可是全身有名的 不但色香味俱全 还包含了人体所需要的营养 一二三四五 干嘛呀爆速了 不是 我是说我们在一天中需要摄取的糖类脂肪蛋白质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等五大营养素 哦 您还真有研究啊 可不是吗 咱们学校的营养午餐 还是由专家进行调配而成的呢 啊 难道是由阿红名师主厨 不是 是由石东卫老师轮流监督 再加上护士阿姨做最后的修整 哦 那有哪些菜呢 馒头 面包 西饭 干饭 面条 米粉 轮流扇 保你吃的 保保保 有鸡 有鸭 有蔬菜 大鱼 大肉 腿青汤 咖喱饭 香酥鸡 鲁石井 大锅菜 蒸煮 炒炸 样样 来 保你吃的 赞 赞 赞 哇 听你这么一说 口水真的要喷出来了耶 哼 可不是吗 在我们学校的厨师下厨做菜时 全校的学生们哥哥 干嘛呀 闻香啊 香风吹的学生醉 只把教师放餐厅 有那么严重 可不是吗 还有诗为证呢 有诗为证 是谁的诗呢 唐朝大诗人李白 李白 李白有一首诗叫靖夜诗 就是他闻香而作的一首好诗 靖夜诗 李白说 举头望老师低头思午餐 这什么干什么呀 老师看到同学如此也只好顺应民情 终身一想准夕下课 顺应民情啊 是名以实为天 民生问题是天下第一嘛 好嘛 那该吃饭了 吃饭有吃饭的礼 饭前要洗手 饭 洗好手的学生们 各个孩子对等的分菜 这些都是国民英勇的礼 各个分菜的同学口袋沙灶 这也是礼 这是有用意的 有用意 我们刚刚提到学校的营养午餐 色香味俱全 看了食指大洞 闻了 垂仙三尺 你想想分菜的同学面对着整桶好菜 那当然 垂仙三丈 那么一大滩的口水不用沙灶挡住 行吗 哈 然后呢 在分菜的同学一定会说 谢谢 错了 错了 那他说什么呢 少一点 哦 那是他今天胃口不好 不是 好在当前胃口大开 怎么会不好呢 哦 哦 那是他谦虚 他客气 他有风 也不是 不 那是什么呢 这 可是别有用心的啦 陰謀课计啊 没有那么严重 第一次装的少一点 就可以快一点吃完 跑出去装第二次菜 真是用心良苦啊 吃完饭了 来根香蕉 嗯 饭后一水果 营养又消化 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维他命 HBCDEFG 停停 哪来那么多命啊 好了 吃完水果了 该睡午觉了 等等等等 你忘记刷牙了 哦 是是是 饭前洗手 饭后 出口 诶 你都知道了 吃了那么多年午餐 也该知道了 叶书磊 红音质 鞠躬下台 喜好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营养午餐哈 不然我现在大概还有两倍大 好来接着下来呢